即使我都跟大家说了约会,不建议大家去电影院,但还是有很多人会去,我就教大家两个电影院也能和姑娘互动的好方法。 方法一,首先你要买一桶爆米花,就买一桶,这种时候你和女生在电影院并排坐着,女生聚精会神的看电影,她手里拿着爆米花,一颗一颗的吃着,那么你可以这样做,你可以牵起女生的手,然后把她手里的爆米花塞到自己嘴里。 这个时候你要记得表情和动作,一定要自然娴熟,不用去看女生的表情,眼睛依旧盯着大屏幕,让女生觉得你真的只是想吃一颗爆米花而已。 方法二,就是在进出电影院的时候灯光很暗,很容易看不清台阶,这个时候你当然要展示一下你的身世风度,轻轻扶着女生的腰,或者伸出一只胳膊给女生当下把手,以免她摔倒。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看手相的小技巧。 男,我看一下你手相,说这句的同时直接去圈女生的手,女,干嘛,不要骗小女生吧。 男,不是正骗的吗?女,你到底会不会看呀? 男,不会呀,你手挺软的。女,讨厌。 如果你觉得她会散躲,你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先消除她的警惕心。 男,你手脏吗?你不脏。 男,那我看一下手相,你看出来啥了? 男,我看得出来你还挺喜欢我的,先问问她手脏不脏, 我猜给你看,会消除掉女生初次接触的戒心。 有了这样的接触,手部皮肤就会把这些杆子传递给大脑进行备份。 下次再约她出来,就可以自然的和她牵手了。 这下约别有很大的阶段区